师父讲的四世的请客送礼和社会腐败如何区别 感情沟通和小恩小贿拉拢腐蚀又如何区别 区别在智慧而不是感情 而用感情往往就有弊病生起来了 所以佛法虽然讲慈悲方便 所谓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可是祖师又有两句话说 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 那不是跟佛的慈悲方便两个恰恰相反 一个是用智慧 一个是用感情 一个是折 一个是谜 谜 你用慈悲就祸害很多 你用方便 问题也很多 真的出下流 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的是智慧 你看戒定慧三学 戒律是手段 定还是属于手段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慧才是目的 你去看六祖谈经 这是宗门禅宗的 禅宗 它求的是智慧 它不是禅宗 你看谈经 你打开头一句 六祖说的 宗 念 所以他们修学的是六祖里头的 般若波罗米 不是禅宗 波罗米 这个要知道 无论是宗门 教下 统统是智慧 烦恼清 智慧 我们的智慧 为什么透出来 烦恼 习气 把智慧障碍住了 那么这个建大人 常常喜欢发脾气 常常骂人 他打有智慧 那就烦恼献钱 决定没有智慧 智慧一定是心平起乎 才会生智慧 那么佛家讲的四设法 是方法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礼 这个不能把它看作小恩小慧 你要小恩小慧 这就错了 这是人与人之间 真情的流露 所以离不再多 也不再丰盛 但是很感人 你送人家一个纸条 一个书签 这是非常微薄 但是感人很深 就是说 你没有把它忘记 你常常把它想在心里 从这个地方 建立真情 这个很重要 所以家庭夫妻能懂这个道理 你一家活目 那是家活万事兴 这个不能疏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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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